天南地北谈华语 我挺喜欢这句话 性格决定命运 细节决定成败 态度决定一切 性格决定命运 细节决定成败 态度决定一切 嗯 不堪之论 什么 什么不堪之论 哪个堪 不会是难堪的堪吧 当然不是 难堪意思是难以承受 这句话怎么会难堪 这句话很有道理 我也非常认同 所以我说 它确实是不堪之论 这里的堪 左边是干净的堪 右边是利刀旁 哦 堪灯堪仔的堪 既然这句话很有道理 为什么不能堪灯 不堪之论 不能堪灯的言论 不堪之论的堪 虽然跟堪灯的堪同字 但在这里并不表示堪灯堪仔 而是表示定正修改 在古代 人们把文字写在竹简上 需要改动时 就用刀子将文字削除 所以不堪就是不削除不改动 哦 原来如此 不堪表示不削除不改动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 不可以削除或改动的言论咯 正是 成语不堪之论 不可改动或不可磨灭的言论 形容言论精确恰当 无懈可击 比如 这番阐述既全面又深刻 可谓不堪之论 就是 性格决定命运 细节决定成败 态度决定一切 这句话可谓不堪之论 精确恰当 无懈可击 赞同 细节决定成败 要说做完一件事 大多数人都能做到 但是要精细地做 做到极致 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所以 最终能脱颖而出的 往往是注意到细节的作品 我觉得关键是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 一个人如果积极 遇事不怕难 什么都愿意挑战尝试 哪怕投身去做了 还是失败的话 也不过是发现了 此路不通 大不了再做其他尝试 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尝试 总能找到自己 可以发挥的领域 有道理 态度是关键 正是一个人的态度 左右他是否能做到极致 注意细节 至于是否勇敢尝试 这恐怕除了态度 性格也是一个因素 所以我说嘛 性格决定命运 细节决定成败 态度决定一切 这句话可谓不堪之论 精确恰当 无懈可击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